将修行落实于生活 将佛法应用于人生 欢迎来到禅心学院 聆听达观师父教会 开启智慧人生 畅谈六祖谈经 一八零 视心做主 整理者心灯 读诵者心音 当知此功德无量无边 经中分明赞叹 莫能据说 此法门是最上乘 为大智人说 为上根人说 你们当知 若能依此金刚经修行 功德无量无边 功德在法身自性中 如果你执着 就是有量有边 若不执着 则为无量无边 如果你心中有你的思想 有就是有界限 就是不大 既然有 此有 就是你与我的障碍 比如 有人买一块地 筑起围墙 在里面种一些树 或画地自现 声称 这块地是我的 没有 因不执着 故 所以最大 金刚经中分明赞叹 一个人见性 则没有障碍 亦是无量无边的 故 莫能具体 一一说明 此法门是最上乘 为大智人说 为上根人说 很多人认为自己不是上乘人 上根人 或大智人 故自探与金刚经无缘 然而金刚经约 如来为发大乘者说 为发最上乘者说 很多人将注意力摆在 大乘 及最上乘等词 却不知其关键在于 发子 发 即发心 只要你愿意为大众服务 只要你愿意受持金刚经 你就是大成人 最上成人 当你一发心 说 我愿意 你愿意当下承担 你就是那一种人 你认为 你是小根小气 不合这本经 如此的解读 实在是辜负佛的好意 此事 以世间法来说 不论你是什么人 比如 你去公司上班 只要你跟老板说 我虽然不懂 不会 没有做过 但是我愿意用我的生命 好好学习 老板 就会被你打动 我28岁前 做的是行销工作 28岁后 有一天 我去应征教育训练中心的主管 我想 我以前都做行销 这次我直接来应征主管 教人家怎么做生意 结果 他一开口就拒绝我 对不起 我们要有经验的 我从容地回答道 请问主管 哪一件事情 你第一次做 有经验 比如说副总 你过去有做过副总吗 你一定要有第一次 你在做副总之前 有没有做过副总 这个逻辑是不能够成立的 但是应征者却傻傻的 不知道如何反应 如果一件事情 你未做过 你当然没有经验 一定要有人 给你第一次的机会 你才能够积累经验 那个主管听完之后 对我说 你讲的有道理 讲到我很想录用你 你来教人做生意 一定很好 一样的道理 你不要觉得金刚经很深 你决心要学 你就能够学有所成 如果你没有决心 你当然就学不会 你若能发心学习 你会越看越有信心 你应该发心学习 这样的最上层法 即顿教法门 如果你真正有决心 你就是不简单的人 没有人跟你说 你是什么人 但你却可以决定 你要做什么人 比如 你可以决定做一个 道德很高尚的人 亦可以决定做一个 道德很沦丧的人 没有人跟你讲 你注定要做一个 卑鄙无耻的人 或者 你就是注定来当圣人的 一切由你决定 就是如此 才符合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由你自己来决定 你要不要做佛 文后思维 你决定 要做什么样的人呢 心平何老耻戒 行职何用修禅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示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